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来 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讲2024年的农历4月5月8号到6月5号的大元 这说的是你吗 要小心看哦 而且冷静的看我们来看一下 农历4月是己4月 己4月是五曲画路 贪囊画泉 天良画科 文曲画机 好 那么五曲心它是财博之主 就是讲钱 跟钱有关的 就是在这个月当中我们跟钱有关系的 又代表降心就是说它代表能够戴冰打仗的一个降心 也代表军警的行业 警察行业甚至军官行业 还有它也代表的是金融 还有就是跟高阶职务有关的钢铁 还有财物 战争融资 军营 银行 综合性的工厂 那这个星呢 如果在财博工或田载工是最旺的 你有吗 好 五曲心画路非常好 代表说你在这一段期间里面会赚的盆满钵满 会非常有钱 那么贪囊心是画泉 好 这颗贪囊心画泉的话呢 贪囊代表的是货跟福一线之间而已 是货福相依的意思 那也代表是一个第一颗桃花星 那如果遇到很多的吉星的话 就是主富贵 他最喜欢会到火星 火星它有爆发财 火摊格有爆发财 那这个行业呢 适合美容 是美容业 教师业 命理业 八大行业 业总会 演艺事业 还有呢 包括呢 坟墓啊 灵谷塔业 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棺材业 还有建材跟原物料业 那非药物性的植物就是贪囊 造纸业也算 就是我们的纸 我们现在写的这个纸也算贪囊心 他属墓 所以属墓的行业跟衣服有关的 衣服有关的行业也算哦 好 跟布匹有关的行业都算哦 所以呢 这个都是属墓的行业 墓还有植物哦 就是这个呢 整个呢 坦荣心它所主导的 这个行业非常之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月呢 是天良化全 天良心是一棵呢 长者之树 它不会化祭 它会化科 也会化全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代表呢 服务寿的意思 印心 就是辟应我们的印心 长者 老板 中医师 还有呢 就是中古屋 古屋也算 投资海外也算哦 比如说我们到海外去投资 因为天良是很远的地方 好 那 奖券业 股票业 药用植物业 这个就药用了啊 刚才坦荣是非药用的啊 好 药草业 那也代表是我们的长官 长辈 天良心它代表的是资深的远方的海外的 那天良它也代表着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长官啊 长辈啊之类的 比如说阿公阿嬷都算哦 那就叫天良心 就已经很老的 或者呢 你的老师啊 或者是你的长官啊 都是老一辈的 所以呢 天良心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我们的贵人哦 好 那么文曲心的话呢 文曲心是代表艺术歌唱业 那它也代表是桃花哦 所以呢 但今年呢 因为是画季 这个月是画季哦 所以要小心烂桃花 曝光 比如说你跟人家牵手牵手 结果呢 被曝光了 就不能练啊 还有呢 这个就是文曲心的人非常自私跟固执 文曲心它是属于很自私跟固执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难沟通 非常固执 很难沟通 像九曲桥一样 它会跟你打太极拳 所以文曲心画季的时候呢 你碰到的人哦 通常都跟你表面功夫做得很好 但实际上 它心里面是在盘算它要的东西 所以文曲心呢 它也代表着说 在这个月当中呢 你们的关系啊 是不是能够沟通的很好 还有呢 这个文曲心的沟通不良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些纠纷 因为呢 会代表的是官司哦 因为文曲心哦 比如说合约签不好 那就要打官司 支票跳票要打官司 然后呢 或者是说 两个人一言不合 就打官司 例如这样 不管是商场上的或生意上的 甚至呢 是同事之间 另外的话 就陌生人 或者是夫妻都有可能 兄弟姐妹都有可能 所以文曲心还蛮麻烦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月呢 财新呢 它是落在马的位置 来接下一页 好 那个几四月就是 无曲化路 我刚才讲得很清楚了 贪囊化全 天然化 跟文曲化季 那我们来看 无曲化路加贪 文曲化季 代表什么 我们在这个周期里面 要特别注意哦 跟金融有关的 要特别小心 比如说 可能亚洲金融风暴 例如这样子的事情 或者呢 股市呢 震荡起伏很大 然后贪囊化全 加文曲化季 会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 这些行业 我刚才讲过了 它代表是跟 货跟福之间 有些人就很好了 有些人就是 这个一蹶不振 那也有人呢 就是呢 受到很多的那种 打压 所以呢 工作职场上面 就出现了 很大的纠纷 好 那天然化科呢 天然化科呢 它代表的是 跟长辈有关系 那科能解剂的一半 只有科 化科可以解 化剂的一半 所以呢 你找一些贵人的话 就要找长辈的贵人 来帮忙你呢 比如说你现在 面临了金融危机 或者呢 产业的危机 甚至呢 有一些呢 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合 这些都要长辈来 做调停 做协调 那文娶星呢 它化剂很容易呢 就是让我们呢 去打官司 而且不明不白的 去打官司哦 你要知道 比如说 有些人 他是喜欢一个女孩子 他表白一下 结果那女孩子 不喜欢他 他说他骚扰他 这样也可以去打官司 所以要特别注意 文娶化剂 在表白的同时 要看对方的意态 他的心里所想的事情 来接下来 五起心化禄 求财会更加轻松 财运机会更好 坦荡性化全呢 财博宫 官路宫时 偏财机会很好 可以呢 积极求财 坦荡性化全 他可以积极求财 我刚才讲过 火灯格是爆发财 不止偏财 那么天良性化禄 如果在财博宫 官路宫对财运 事业有利 如果在六经公位呢 六经关系非常和睦 那如果是你在夫妻宫有天良心 其实你跟配偶之间的相处关系 即便是降到了冰点 但也不会呢 互相施杀谩骂 不会 因为天良心 他就是 那你如果是女性 夫妻宫有天良心 就一定会嫁给一个 比你年纪大的男人 不一定哦 那么 围曲心化剂 如果在财博宫 官路宫 做事容易出差错 而且容易呢 纠纷 或者呢 像老马死国脚不一样 又错又长 打官司 来 接下来 好 这是海洋老师的 全球国际政经局势 经济底十四分析 好 希望你帮我 按赞分享 开订阅 按小铃铛 来 接下来 好 好 国际层面呢 几四月 我们来看一讲 温曲心化剂 天机化剂 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跟伊朗的 互相报复行为 天机心化剂就是 我一定要你死 你不让我活 我就一定要你死 那温曲心化剂呢 就是那种 剪不断你还乱 好像那个 又臭又长的 老妈子的裹脚步 被反死人的 所以呢 你看到现在 现在整个国际性的话呢 在极度克制的情况下 的彼此报复 刘佐在战争边缘 非常的紧张 也导致呢 亚洲股票大跌 黄金价格大涨 我要告诉各位 等一下会跟你们讲 经济方面呢 黄金价格大涨 你觉得很好吗 是灾难的开始 来 我们继续 好 温曲心化剂呢 他是辅佐心 也是桃花心 加上前后两个月份呢 都还是有 他男心的四话 相信桃色纠纷 情色案件的问题呢 高几率还是会持续引爆 好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 就像是 呃 大一时的问题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呢 黄子胶的问题 哦 还有呢 一大堆的艺人的问题 都出现了 然后呢 这个情色风暴呢 席卷到整个的方方面面去 包括政治圈都有 政治圈的这个桃色纠纷也很多 好 比如说外遇啊 第三者啊 诸如此类的 非常频繁 这个月会更加多 而且都会被爆料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接下来的几四月 因为我们曲化剂有情绪上的问题 所以呢 战争冲突的区域呢 应该还是会许多情绪上的行动 就是说 我怎么样都不让你活下去 我就是要把你打败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是魔跟鬼的战争 现在呢 这个世道就是魔鬼的世道 所以呢 我们看到都是跟魔跟鬼有关系 来 接下来 国内政治方面呢 台湾的国会有蓝营的势力 在戊城月就上个月的时候 容易三月天气挂地的时间点呢 自作聪明的前往中国 让人感觉不太重视 台湾花年地区的灾情和民众 其实他并不是呢 现任的县长 或者是 不过他还是党团总召 这基本上来讲傅昆琪 去了中国大陆 当然褒贬不一 来 接下来 好 文曲画记的各种不满情绪 将会在他们回到台湾时候 有不同的冲突发生 更何况呢 农历四月也是国立的五月 有个台湾今年最重要的是 就是新任总统的就职 好 五二零马上就要到来 再过二十天 我们就面临了五二零的 这个总统就任的大典 那当然现在他们整个新内阁在布局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没有什么创新 就是那一票人 大概就是那一票人 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 来 接下来 好 台湾将迎来民进党首次连续第三次联论的执政党政府 朝野上下的反应跟态度 将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好 我刚才讲过一件事情 内阁有没有大变动 基本上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不过也有旧瓶新庄 那也有老瓶 因为天良化科嘛 就是那些出名的人物啊 老瓶子 就是老一辈的啦 就是呢 还是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面 那就大家都应该耳熟能详的啦 来 接下来 好 个人方面呢 农历四月 几位月 所有人的流年 田载工 都会有流月的请良心哦 所以呢 流年父母宫都会有流月的陀螺心哦 那也代表什么很多事情呢 家庭方面呢都会打转哦 还有很多冲突会在家庭引爆哦 那文曲心呢 刚才有讲过哦 那个话剂嘛 那可能就是哦 什么老公外遇啦 或者老婆外遇啦 这种如此类的事情呢 越来越多 然后被引爆了一个家庭就分出来 这就是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夫妻之间真的要互相稍微忍让一下 不要一直在搞外遇哦 那我想呢 在这个世代里面呢哦 男人跟女人认识其实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啦 那基本上呢哦 有时候呢 在家庭没有得到温暖以后呢 到外面去求温暖 所以很多人呢 虽然没有离婚嘛 但是呢 都会有一些心仪的对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接下来的月份呢 可能会容易跟家人起争执或有破财的情况 跟长辈长官叫有纠结不爽的情绪 就是呢 你的长官呢 可能对你呢 比较多要求 或者呢 他觉得呢 因为整个世界局势不好 经济情况很差 所以呢 一直要求呢 业务方面要越来越强 但是呢 大家就心生不满 这个压力 大家就集结起来 爆发开来 那温曲心化剂呢 会有一些沟通很困难的现象 那剪不断也理还乱 就想说 我不要工作 但又怕少不做工作 所以呢 实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来 接下来 好 温曲心在命宫 牵移宫的人呢 这个月可能会有情绪不稳定的问题 建议多放松 减少看手机跟电脑 让自己有个碰档做放松或伸展运动 疏解情绪焦虑和烦躁的能量 藉此疗愈自己 温曲心要干什么呢 听听演唱会 听听音乐 或者放放老歌来学学 甚至呢 你可以去学学 那温昌星喜欢跳舞 那温昌星也可以颠行一下 就去学一下跳舞 排舞 例如这一类的 让你放松心情 先学唱歌 唱唱歌很好 我只能这样告诉各位 因为水泥已经过去了 4月25号水泥已经走完了 那接着下来呢 大概就是呢 太阳星跟金星要到金牛座了 所以也恭喜金牛座的朋友 你最近的心情应该蛮好的 就算受到一些冲击 你也不太在意了 因为金星跟太阳要走入你的命宫来 所以也相当好 所以像是摩羯座 或者是处女座 这三个星座都很好 那另外的话呢 在26号以后呢 这个还有一颗星呢 会到双子座 那就是呢 整个双子座的运势能量也会改变 那我们都知道木星 木星会到双子座 那现在木星啊 金星啊 太阳呢 都落在金牛座 所以呢 非常恭喜你们 接下来 好 文取星在财博工 或关禄工的人呢 如果工作上或赚钱 花钱方面呢 要做一些决定 都需要注意 最好能拖到农历 5月后再做决定 好 我们5月份还有个报税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没钱报税怎么办 那就要分期付款 文取星就是分期付款 不是一次就 那个水管就通到底 就一段一段一段 就可能呢 要分半年啊 或分几个月 这样来还款 还有很多人呢 欠了卡债以后 这个月的卡债呢 也会暴增 那所以呢 卡债报增就是包括报税都算在内 然后5月底以前要报税嘛 所以我们这个刚好在5月8号到6月5号 所以呢 整个在报税期间 那当然我们还看到呢 文取星还有什么要缺水 要特别注意哦 所以大家要小心用水 那这个电价涨了以后呢 电费也特别贵 所以呢 水手关灯 哦 来 接下来 好 文取星在子女宫呢 注意外出 可能有些小意外 要注意桃色纠纷的现象 如果文取星落在六亲宫位 父母宫 兄弟宫 跟福德宫 福役宫 都要注意跟那个宫位的人的关系 最好保持一下距离 或包容对方 那如果是坐在自己的话呢 深宫 很多人在命宫跟千宜宫 千宜宫可能是深宫 那但是呢 也会到你的夫妻宫哦 所以天良加文取星的话呢 那就要特别注意了 所以呢 文取星就是很难沟通 沟通不良 我发现呢 最近呢 有很多夫妻都在打官司 为了钱也好 为了孩子也好 大部分都为了钱 大部分都为了钱 好 那接下来 好 如果太常心在命宫 千宜宫 关入宫呢 财博宫的人 会对自己有许多的想法和期待 会给自己一些自信跟力量 可以多方尝试一些新东西 新方法 财博宫也是博学的新药 那么 所以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学习想要的新知识或新技能 财博宫是一个吃苦耐老的心哦 所以财博宫 它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可以吃苦耐老 而且呢 很多凡杂事 它都会自己亲力亲为哦 那在整个的运势里面的话呢 财博宫算是一个非常 能够吃苦的一颗心哦 所以呢 财博宫的话 也代表说 如果你是属于比较 阿信性格的 能够吃苦的 像老师这种就是阿信性格 能够吃苦的 你如果能够吃苦的话 我相信你将来出人头利的机会就很大 好 接下来 好 天良化科 如果在命宫 牵宜宫 福德宫的人 除了可以去庙里拜拜 或是向自己信仰的神祈祷以外 这个月天良心在命宫 牵宫 夫妻宫 关路宫的人也有机会 小有成云或是得奖 或是得到掌声 天良是生命远过海外 对你的名气很远很远 很多人都认识你 好 来接下来 我想最主要今天的预言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在这个月当中 每一个人其实的运势都不是太一样 好 那我先讲一下 我要告诉你 这个月的财星落在马的宫位 属马的恭喜你 那又会到流年在老虎的财星 所以你有双财星 所以呢金星 然后呢木星还有太阳星都落在 土象宫位的金牛座 那我想呢 如果你是属马 又是属金牛座啦 摩羯啦 处女座 那非常非常恭喜你 你真的要大发横财了 好 那么三合呢 在这个月当中呢 其实三合是四有寿 因为属蛇的月份 属蛇的月份 跟鸡跟牛是三合 属牛今年呢 基本上上半年 基本上都是在破财的 但是呢这个月 开始会渐渐转好 那六合在猴子 猴子今年呢 基本上也算是 有一些煞星非常多 这个月呢 文昌星落在属鸡的位置 所以非常恭喜 属鸡的朋友呢 升官又发财 然后呢文昌公民又旺 那近贵的是 任年出生跟回年出生的 这两个出生年非常好 有贵人 那堆长生呢 在更年出生的 还有在鸡的位置 那堆长生代表说 健康会好起来 静旺呢 在丁年跟几年生的 如果你是几四年生的 那你今年的 这个月的运势非常旺 丁年出生的 也非常好 那再来的话呢 五合在生的位置 在猴的位置 那这个月呢 正冲在属猪的 所以呢 属猪的朋友 猪是要小心 而且呢 不管心情啊 钱财啊 各方面啊 人际关系 你都搞得非常糟糕 这个月非常非常谨慎 破财难免 那你的心情不好 其实是手当其冲的 是你自己 好 那么进入在丙年 跟雾年出生的人 这如果是天干是丙 雾年出生的 都有尽才的意思 堆跪呢 在老鼠跟猴子 所以这两个生肖呢 有堆跪 好 堆望在蛇 所以属蛇的朋友呢 是堆望的 堆马呢 在猪 所以呢 属猪的朋友 要快马加杯 工作 好 这个月的三行星 在老虎跟猴子 所以这两个生肖呢 要特别注意 不要以几只毛 攻几只盾 看起来有好的运势 但却偏偏在这个月呢 是有一些行客 三行嘛 那 见任心呢 在牛跟羊 所以属牛跟属羊的朋友呢 不要太 这个嘴巴太利了 或者跟人家老师 这个冲突 你要特别注意哦 这个冲突对你的事业工作 都非常鼓励 那山煞在龙 所以属龙的朋友呢 在这个周期里面呢 月份里面呢 千千万万不要异想天开 因为山煞星落在你 代表什么呢 很容易遭受到一些破财 意外 甚至有些被诈骗 好 红燕煞在龙 所以属龙的朋友 在这个月当中呢 也是红燕煞 代表烂桃花 要特别谨慎跟小心 那我想呢 在这个月份当中呢 其实我再加买一下 近年2024年 太阳能啦 AI啦 智能啦 在高科技竞争之下呢 产生更剧烈的冲突 所以呢 不管你是做任何的行业的话呢 我想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个 2024年的农历四月 是隔脚煞月 什么叫隔脚煞 就隔一个脚 所以你必须转弯 很多呢 人就直冲 那直冲的话呢 只会让自己身心受闯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懂得转弯的人呢 运势会变好哦 好 来 接下来 好 这是海洋老师的line app 小老鼠 小A2736300 我的Facebook呢 礼拜一或礼拜四的下午 四点以后 我们有现场直播 你们可以加到我的FB 然后呢 这是我的微信 ASKJENY888 ASJENY888 这个是海外的朋友 如果加不到我的FB 或LINE app的话 可以加到这边来 好 海洋老师的皇家命理学院开课了 请大家呢 赶快加入我的命理学院哦 好 最近呢 想开现场的课程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跟我们报名 电话在下面 02-2736-3010 谢谢大家哦 拜拜 这里 我一定要按摩 订阅 好吧 看看 嗯 不知道